Gray Yeah, I just wanna be great Yeah, I just wanna be great HELLO 大家好,我是X1B COC推銷員又來啦 今天要來推銷的是閃正泰坦 我們在XTEAM在一月份的聯賽 拿到了全球排名第十二名 就冠一全球排名第十二名 非常非常好的成績 那我們基本上有一半的打法 全部都是用這個流派在打的 好,就是閃正泰坦 那當然後面做出了一些變化 那不一定要投石車 可以用飛船,可以用滾木 那也不一定要四隻泰坦 也不一定要五個天使 那今天來稍微跟大家再繼續分享一下 因為二月份的聯賽又要來了 那推薦大家 尤其是冠二以上的用這招的話 我覺得可以拿到很好的很好的成績 那這招的練習難度 我其實之前有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至少要練個十場友誼 然後能夠練到個三十場的話是最好的 那第一個,十場友誼是 你閃正本來就是會的 那如果你連閃正都不會的話 那你先把閃正練好之後 然後再練個十場友誼這樣子 那這些基礎功 你到底需要練習多久呢? 就自己稍微判斷一下 稍微打一下你的 你的 因為很簡單的 那這個打法可以解幾乎所有的陣 所以你隨便找一個隊友友誼 打下去之後 如果你是個六七十趴 那就是不行 如果你有一個八十五趴以上 那基本上應該是可以 就很好判斷 你直接去打一個友誼 就知道你會不會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介紹一下 那一樣 一樣我還是推薦大家 就是 找那些 適合的陣型來打 就是這個是閃正的打法 所以你還是找閃正適合的陣型來打 那投石車跟老頭的這個關係 要怎麼樣放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需要練習的 那你如果已經有 以前打超級藍胖 超級女巫 你投石車跟閃正很會放 投石車跟老頭很會放 那你這個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基礎 打好的基礎 你可以繼續利用 像剛剛那個就是一個閃正的技巧 剛剛四個X4連在一起的這種 你可以一次閃掉三個X4 並且把大門給喚醒 那我的老頭 完全就只是在扛這個破擊炮而已 那接下來投石車 老頭往左 投石車就會怎樣 去打大門 對不對 這樣就剛剛好 不要看這樣很簡單 其實這些東西 就是你沒練過的話 是很容易會有一些小失誤發生的 那接下來就是 整個的整個 部隊把他拉進去 第一個冰人倒下 冰凍到對方的女王 跳跳放毫 蠻王這邊應該要炸強的 有一點點慢了 不過還OK 稍微的有點慢了 蠻王這邊 還好他進去了 然後呢 中間就直接無敵 無敵就是在一個最 你看這個 狗直接出來就直接爆炸了 因為裡面是泰坦 這個就非常非常的賺 那你比較適合 喜歡打怎樣的陣型 像這種大本 你繞過來之後 大本都燒不到你的阻力 然後大本單獨 被我們的投石車給投 這樣子就很好 這個冰凍失誤 太慢了 或者是乾脆不要丟也可以 這個就失誤了 蠻王壓了一個技能之後 變成這樣 然後其實這樣子的話 蠻王其實就是帶狗 可能好一點點 但蠻王死不掉了 可以看到你的泰坦 其實死得很慢 然後接下來就是 直接收尾這樣 這個打法 操作性基本上 80%以上的操作 都是在一開始就完成 所以後面其實就是 神盾丟準就好了 很簡單 後面很簡單 前面要丟好 其實就是閃鎮要丟好 然後老頭 偷尸要丟好 這些其實是有些操作度的 然後援軍裡面呢 放豬也可以 那比較萬用的就是放雪怪 因為雪怪還是一樣 搭什麼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放豬有時候會不小心 就死在一些比較慘的地方 OK好這個一個蠻輕鬆的三星 我們再來看一場 好我們來看這場 一樣閃鎮泰坦 但是我們這次呢 用了八隻天使 那沒有召毀 一樣有跳跳 那這還是閃鎮泰坦的配置 打法也是閃鎮泰坦 那閃鎮泰坦呢 它通常是蠻王女巫 或者是蠻王女武神 來做外圍的斷邊 那這個呢 就是用三天使加女王 或者是四天使加女王 做外圍的斷邊 那最後的結果一樣 就是大家衝進去中間這樣 這場啊 我們一邊看喔 這場閃鎮很明顯的是要閃那個 老頭的前面嘛 頭石 不是頭石 就是Expo跟巨石碑 這很賺 然後 女王就是要走大雕這邊 但是這場其實出現了一些小失誤 那等一下看一下 出現了小失誤 可是還是很順利的閃鎮 所以呢 這場就更證明了 這個流派是很好用的 女王這邊呢 是希望她走進去的 看她怎麼走 往左邊走 閃鎮 閃鎮那邊 這時候大雕已經啟動了 就有點煩 那因為大雕已經啟動了 我本來老頭那邊是想要繼續再打的 但是因為大雕啟動了 所以我有一點點 忍不住就把她拉過來 但是這邊還少了一個 法塔沒打 那這個法塔呢 就造成了我兩隻泰坦歪掉 這法塔應該要再等一下 這兩隻泰坦歪掉就有點煩了 這等於我浪費了一次浪費了大概六十幾單位吧 那我這滾木車是滾中間這個火塔 因為這火塔沒有人打 並且這滾木車希望可以把對方的那個隱身塔給啟動 確實是啟動 但是結果我泰坦推進太慢了 這上面的 大家注意一下上面的兩隻泰坦 沒有天使的 那過去的就只好就配個兩個法師在一起幫助她往前 那還好上面的傷害也沒到很高 但大本在燒這兩隻泰坦 所以那兩隻泰坦就是浪費掉了 基本上大概等於一個雪怪的作用而已 接下來 部隊 不知道怎麼放 還是一樣 跳跳還是直接放原本的預定的方向 我覺得我用神盾去幫助整個路線修正 不要讓他歪掉 所以神盾也浪費掉了 那老頭的無敵還沒壓到蠻王 哇這個一堆失誤全部加在一起 然後呢現在隱身塔又出來了 好但這個隱身塔跟旋風放在一起 這個我覺得是他的失誤 這隱身塔其實本來要救了他 結果旋風又把我拉在那邊 所以結果就是還好 就是因為他有旋風的關係 所以我的部隊留在那邊之後 回來還是去打大本 沒有天使的女王帶著馬在外面 竟然把頭石給打掉 然後最後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直接壓了一個技能 結果欸三星了 欸這很神奇欸 我基本上你看天使 其實我本來女王 是希望他打完大雕之後往右走的 所以我天使浪費了幾隻了 其實因為那女王基本上沒什麼 那邊的天使是沒用的 泰坦跑掉了兩隻了 滾木車也沒有達到他的效果 然後呢神盾也浪掉了 結果還是三星了 我只能說這個散陣的CP值很高之外 就是泰坦的 泰坦的 大家想想 是不是泰坦他的容錯率真的很高 泰坦的容錯率真的很高欸 他不太吃狂暴 然後有壓過去就可以知道還不錯的輸出 然後各種情況都可以應付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推薦大家 這個冠二以上的可以用看這個流派 閃陣泰坦 第一個回放是原始的配兵 第二個回放就是 後面的一些比較花俏的配兵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嘗試一下 一樣啊練個十場二十場 我覺得一定可以打得到你自己的打法 然後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如果你現在處於一個迷茫階段 就是你不知道十五百要玩什麼的話 那推薦你玩這招 蠻好用的 那要練習一下 OK嗎?好 我們先分享到這邊 那希望這招可以幫助大家 在聯賽中打出好成績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那邊可以講到這邊 有一個叫做山口